是什么课程 让台下民众这么勤做笔记 又可以拿起手机来实作演练呢 原来是中家宽平为了善尽地方媒体的社会责任 前往社区开办媒体试读课程 日前到中山区中庄里 教导长辈透过八大技巧 辨别假新闻及诈骗讯息 现场听着踊跃提问也非常感兴趣 这是网路的诈骗 很难去判断 上这个课对长者真的有帮助很多 因为现在长者进去网路搞不清楚状况 好的也点不好的也点 他们又会怕 所以你今天上这个课 对他们来讲真的很赞 疫情期间长辈宅家使用网路时间大幅提升 在资讯媒体讯息爆炸的时代 思辨能力尤为重要 讲师也利用有讲真打 帮助长辈加深试读专业能力 其实这个疫情期间 全世界都在改变 那所有人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所以都宅在家里面 那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媒体 不然就是网路 那网路有很多假讯息 假新闻 会造成人与人之间 讯息的不正确 所以藉由这个活动 我们能够辨别讯息 然后并加以求证 然后我们也尽量不要成为假讯息的传播者 住完的时候 就可能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就是别人有时候拍摄的照片都很漂亮 那自己为什么去同样的风景拍摄照片 就好像就是没有人家拍得那么好看 另外仲家宽评也加码手机拍照摄影教学 贴近民众日常生活应用 分享基本构图与摆放镜头技巧 培养拍照兴趣 将自己与亲朋好友相聚时光 化作永恒纪念 基于四族 再来 记得温文君台北报导